我們來看陳順玉的問題 他問阿保老師 因為他這幾天一直打一直哭 他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他有發現這個圖也不是太打 一樣他也有副圖片 麻煩老師參考一下 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情形 它打開 要注意一下 我們最怕 完美最怕 我們在種 完美尤其是 我們現在很多都種什麼甜玉米 什麼這個 有這種褪綠斑鋪病毒 這就比較麻煩 比較麻煩去處理 但是我們陳順玉的這種打開這個部分 我感覺說 這個是不是有去南西 有落到很大的機械 否則我看到這個商品 沒有很環境 這是不是去檢查 還是怎樣 反而要算在我們所有的作物裡面 老實說 在這裡說 退綠斑無病毒以外 不然它算海流這陣子 這是一個非常有空白性的作物 雖然是田玉米來說 甜米 煮辣 什麼都不管 都已經算進用 都要算進用 所以我一直說 你這個是不是下肥了 沒有說真正好 這個是不是去檢查 還是怎樣 我個人的看法是說 是不是有去用到什麼高醫師的這個東西 如果滴曬或是這些東西 去幫他 還是那個粉 你用的堆肥 是有狀況 就是說這跟肥應該是很大的關係 反而要到這種病 沒有這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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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要說 沒有這種病 不然還是想不起來 不好意思 看到一種東西 我也是很訝異 所以唯一可以去推斷 就是說 可能就是這種情況 我們反賣有一個文庫病 這個含水町的文庫是同樣 它含水町的文庫病 都會來跟這個三星 就是說在高溫度濕的時間 有可能有這個文庫 就是說我們知道的一個情形 有這個文庫病 但是 那也是一半張而已 雖然都會對 但是就是說 你如果是做比較關鍋 這個問題就不會去 所以 你以為這兩方面來看起來 就是說 如果 你如果是用一些什麼 很特殊的肥分 或是怎樣 這樣有可能就是那個東西 很神奇的肥料去把它傷到 因為你的腳腳跪都有 所以我個人的這個推斷是這樣 還是說用那個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有種東西叫做 叫做廚餘 這個有時候 你如果拿到什麼 發票 什麼可以去公訴 廚餘堆肥 這種 有時候廚餘堆肥 它的 鹽分太多 你把它放下去 放下去 放下去也不會那麼吃辣 但是那個就是發酵的環境 可能就是 剛剛打開這樣而已 就拿出來 用 有可能我看就是這樣 會有問題的 除了這個以外 就是說你用的這個 有技術 或者說什麼神奇的肥料 還是什麼 酵素 還是什麼 發酵不完整 最快 才會這麼吃辣 不然來說 不會有這種 這個精英 這個腿磁磅 沒有病毒 它會很快 也應該不太壞 所以這應該要注意一下 這個有文庫 文庫 文庫在流行的時候 也很容易去 算是 比較濕 比較好 的這個環境 也很容易有這種 病害的 傷症 但是我看我們聽說 它有這個部分 這應該不是這個文庫 因為那間有水 你知道嗎 而且那 又長得很矮 所以我一直認為 這個應該是 途中的這個問題 可能是這麼大 這是我個人的 這個推斷 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 有用的 用朋友 這個最了解 所以你可能是要注意 說是不是太大 不會 我反賣很耐煩 反賣是這個 可以說是 賺金耐煩 就是說它墊不起來 水墊不起來 但是你的 比較低 不正常 就是說可能這個品種上 你用的這個是不是 不是一種固定 是自己老的 還是怎樣 如果這個品種 有一點點 跟不說很正常 這樣 這可以讓我們 好朋友 了解一下 個人的判斷 提供給你 做參考 因為這個 有的說 如果是用到 這些肥 要怎樣 沒辦法 這可能就是 飲水 把水開掉 把水開掉 看 舊的回來 但是 目前看起來 這個問題 還蠻大的 很難 但是 我們出問題之後 其實我們 要知道的 最重要 就是 去找出來 到底發生了什麼 是這樣的 我要說的 就是這個要點 到底是我想什麼 這是我們 應該要去了解 這個地方 好 沒有 好 有時候 真的你說 還蠻大的心情 不見得救回來 但是 最重要的 這個 重點 就是說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大概是我個人的 這個看法 這提供給你 做參考 在那裡